人气话题来看到 今年3月在世界棒球经典赛打出好表现 被誉为国防部长的旅美棒球好手张玉成 今年清晨反抵国门 不少铁粉球迷热情接机 他的妻子也到场献上了杰出运动选手蒋彩带 而今年张玉成接连遇到了大小伤势 还遭下放小联盟 年底将成为自由球员 他也坦言这一年确实打得辛苦 但目前伤势恢复良好 未来会以留在美国为第一目标 也不排斥各个大联盟机会 一出机场大厅 已经半年不见的太太 立刻卸上大拥抱 卸上整机中弹 张玉成清晨反抵台湾 太太妻子为张玉成 披上杰出运动选手奖彩带 即使班级抵达时间是清晨 但还是有不少球迷高举手板迎接偶像 还有人送上月饼 他回来过中秋 所以我就特别准备他的家乡位 然后有贺卡 回过今年张玉成从年初 世界棒球经典赛打出好成绩后 返回美国职棒 却一向左手攻撞骨骨折开刀 付出后更因为球队主力回归 被下放小联盟 9月初还跟对手冲撞 导致脑震荡 提前结束赛季 整机在大联盟 留下39场出赛 六发全力打和一成六二的打击率 遇到蛮多伤势的嘛 就开刀蛮大的 然后又被下放 然后又脑震荡 第一次这么重大的 手上开始 所以觉得自己 蛮辛苦的啊 坦言打得辛苦 不过张玉成也不气馁 由于年底就将成为自由球员 张玉成的下一步也备受关注 张玉成说 上市恢复良好 预计10月就会展开自主训练 其他人留在国际赛场上打拼 展现台湾国防部长为敌 杰林朱强 桃文报道